这盘棋讲解是万福莫迪 2022年的上海杯 草原里是无缘参加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以前的比赛吧 那么去年是第一届上海杯 第二轮草原里表现非常神勇 一举多魁 我们看一下他的第一盘棋 对战的是武俊强 开局的话是先知路对兵局 这双方互进马 也是石台英手 红方三不虎 这个棋呢走的大棋 黑方呢选择出狙 一带牢 这儿就上边马 准备出右横狙 那黑方也就飞向 把自己的阵型先走好 紧接着也走一个横狙 红方过河狙 使不给黑方浸泡风狙的机会 那黑方就狙久平死 一带呢将来狙在河口 对掉自己的足 那红方也就出狙 这招棋的意思是直接对 那黑方就去到河口侧应 红方把狙杀出 黑方抢占河口 那红方这里就飞个向 到这儿黑方呢炮平腰队 这招棋似乎可以考虑啊 直接阻散机 对掉之后吃掉 这样的话比较稳 那到这以后啊 对方如果说不吃 炮打过来 那黑方还有一招回马采区啊 吃炮 对方肯定是要退回啊 这样黑方可以再上马 他通过一个小足过河欺负对方 就逼迫你往过冲 如果你还要去三截二的话 马又踩你 不变啊 所以红方这些宣传方肯定是要变的 那么最这样的起的话 你要冲掉 黑方一吃就满意了 那么这儿如果说你要强行扣进来的话 黑方就会吃掉你 红方正常吃掉 黑方有一个非常犀利的手段 下地炮 紫兆一出呀 吃着炮 这个炮肯定要丢 如果你不信 退回 他这一部惊天妙手 就是马六姓五 这一脚上去踩三个子 踩双鞠踩马 黑方这个棋啊 太狠了 红方根本不敢动啊 你不动就丢个鞠 你要敢轻举妄动 瞬间杀石已将双鞠挫杀 可见黑方这个棋啊 也非常厉害 所以呢 直接对足更积极一点 这儿走 炮耳平啊 想让对方换掉 求问 那这里红方呢 强行就杀进来 黑方认为这一推炮把鞠打死了 但是红方这部先拱兵要给你换 一旦一换掉 那你这个鞠徒劳呀 将来的话 这个鞠的河口吃马还破相 所以的话 黑方肯定不愿意 黑方点到对方下而线 远离是非之地 就是告诉红方 你这个兵拱不到我的鞠啊 我要打死你的鞠了 看怎么办吧 红方走出鞠三瓶四 他的目的就是你可以过来打我 但是我不要了 我一鞠换双 黑方也只能走炮一瓶三啊 更积极一点 那么选择退回的话 是想骗对方 给你吃一个 那么这儿他有一个掏路鞠的手段 现在这个鞠怎么走呢 这里上马踩鞠 有意思 对方你现在进鞠的点进来 这个炮又打过去了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手段 你再往回撤 将来黑方有一路气死攻杀 非常厉害 你这里看似可以吃双 他不要了 他这边可以吃你 你要是再敢吃这个马的话 鞭炮发出 下一步平炮一打鞠 瞬间崩溃 所以你要把鞠拿回去 防守底线 他就顺势杀你一将 那么这儿的话 你要不右势 杀过来右势带响 所以你只能不左势 即便如此的话 这个棋先棋后取之后 或者对方向 也是黑方占优了 所以这度棋 红方不敢吃 这里红方走的是 炮二平三 先避开一步 就可以吃了 黑方一看那不行 马歇金巴不让你吃 先踩着鞠再说吧 红方就填进来 到这儿的话吃炮 黑方呢 再按摄一记 你要吃马 他就捕试 抓鞠 你就要丢一个了 一拳你也亏呀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呢 不着急 他先补了个试 其实到这儿的话 强行打相也是不错的 你向掉之后 鞠杀过来 那么实战为了球稳 选择捕试 那这儿的话 黑方选择捕试 就要把红方赶走 红方退回呢 吃另外一个马 黑方就切进去踩炮 抢先手 红方顺势一打狙 反夺主动 这儿黑方也就正常退两步 试图压马 接下来红方就炮三平一 抢先打马 那么到这以后 黑方当然不甘心 要切进去踩炮 下一步去压马 那接下来 红方炮打出来 这招棋可以说是非常凶狠 那么黑方赶紧先把狙打死算了 到这以后 红方底线就是一将 那落势肯定不行 这就杀一将了 飞个象的话 也要缓对方的攻势 不管你凭狙抽什么 我先打那个狙再说 而红方这时候突然就气 只管上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还不敢吃 选择是飞象 那这棋为什么不能吃呢 到底其实是一样的 你飞象 他也是这么一招棋 踩着炮 现在你要是吃 他这个进来叫杀 所以你得闪呀 你一闪他仍然进来 但是这个炮挡着狙 暂时杀不死 不过呢 这个棋啊 也是非常危险了 红方这个棋先拱掉吃马 黑鸡方已经顾不上 讨这个马了 就平狙想对杀 此时呢 红方狙四金 在狙四平二就危险了 但是这个棋 黑方肯定想狙过来救援 但是来不及 在狙四平二一平 江一军杀一江一破 太狠了 那即便你就过来跟住 让你吃个炮 那砍完之后 再反而一江再抽掉你 那这边围城你也受不了 所以这个棋 黑方他没办法 知个事 不想丢狙 那红方这个棋 就底线一江 黑方认为可以上 你要吃过炮 还可以堪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棋 红方有一个退居一江 黑方就下 这狙二平四太狠了 下部棋呢 就是一个上马将舔死 那么作为黑方来讲 平军呢 有一个吃炮 将军要杀 所以他希望解杀还杀吧 那红方这时候 先穿了一江 上来之后呢 退居一吃 这个棋你要将军 他反抽一江把你去吃掉 到这的话黑方呀 你要是吃这个炮 就我们刚才所说的 黑江把狙丑了 你吃个马 人家吃个马 将来这边有个炮 这边有狙马 而你现在就有一个狙马 那你肯定少子不敌呀 所以吃炮不甘心啊 他就想必要受不马 吃掉算了 接下来呢 红方就只管吃 黑方到这也是尴尬 因为你现在 如果狙砍掉马 那吃完之后呀 将来你吃一个马 人家还多一个大子 但你不吃的话 看着这个冰果的拱 是你就受不了 那么就算你吃这个冰 他马又上来了 打着马不说 这个马又踢进来 所以连换马呀 将来对方砍都来不及了 所以到这里 文静强只能忍输 这盘棋残岭里获胜 这盘棋讲解是 2021年的上海杯 第三轮 太空垂掉 红方残岭里 黑方是赵金城 开局是西安制度 对足底炮 这儿的话架中炮 黑方上马 稳扎稳打 红方走巡河区 黑方就腰队 这里红方先来了一将 然后飞向 试图用拐角马 来掩护自己的炮 所以黑方暂时出击没用 黑方选择性 竹波马之主 尽管起变 红方要过中兵 黑方就起三足 他的意思是 你要吃掉 他拘一平二抓炮 再拘二进三抓 将来还可以中间再抓 不停去利用你 那么最战个起的话 那对方肯定是要先上马 巩固一下 黑方冲掉之后 红方向掉 这样的话还可以随时放中炮 保持灵活 这儿的话出去先盯住 不让你放中炮 否则进去吃马 红方现在兵还没过河 来不及 你现在再过的话 他巡河区抓死了 所以对方到这里 走了一步进炮 先打马 希望你上马 冲兵拱你 那黑方马四进三 守住河口 不让你过 还要打对方的向 红方如果对 当然也可以 那这个棋比较简化 所以呢 这儿红方不愿意 他出狙保留更多的变化 考验黑方 黑方可以吃个象 比较稳妥一些 那么这儿的话 可能是担心 吃完象 对方抓的手段吧 所以一旦择这招棋 就好像是要丢子的 看起来很危险 实际上呢 进去可以看 当对方飞象的时候呢 黑方还可以退一步 用狙持对方的中兵 那即便对方掌鞠进行交换 那这棋黑方也不怕 正常退回就可以了 将来找机会 还可以平鞠吃马 这个棋啊 既然被红方逼退了 那么为什么 之前要走鞠而进武呢 如果说这个时候 直接退会怎么样呢 直接退的话 人家就加中炮了 那么现在这棋应我冲啊 你不让冲 就盘头马硬冲 所以呢 先掌鞠的意思是 引对方飞象 他就不能放中炮 中路就安全啊 所以呢 先点鞠再退 也无所谓啊 只要你向飞起来就行了 那么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可以看出啊 黑方其实是可战的 他是担心被地方利用 所以临场就走了上马 这样一个稳健的思路 这儿红方也是趁势啊 把鞠锁住 避免他采取之后 鞠压过去 那么鞠炮会受签 现在这个棋 黑方走鞠二进二 这儿的话 这个棋也是想走一个骗招 对方的话 选择的是落相 那接下来 黑方就上 他要做什么骗招呢 就说你看似啊 平炮可以打门弓 其实他可以上马 看似吃个鞠啊 底线一将 然后这个炮 就可以把这个鞠啊 吃回 所以这个套路身啊 换了之后 结果就是你 红方双马不火 黑方四子要归边啊 所以呢 现在看似抽鞠不敢抽 红方赶紧上自己的马 那黑方就起马去进五 你要上我也上 那么这里你要冲兵 我就上马 踩兵 卧槽啊 炮打过去 所以他有攻势啊 对方呢 暂时就没敢去选择利用 那么这儿的话 虽然说啊 上马之后冲兵不行 现在没有上马 直接冲的话 这里应该是先手啊 这儿的话 应该是冲一下再说 掌鞠的话 想跟住之后再冲啊 就缓了不起 黑方一打 红方冲的话 黑方刚好退回啊 通过一个采鞠 想把冲兵白吃掉 那踩兵肯定不甘心啊 到这儿只能鞠八平五 进行纠缠 黑方这里有一个 上马采鞠的变化 非常犀利 但临场没敢这么下 对方品兵的话就上马 对方这里炮也只有逃开 因为你的鞠要看中马 不敢乱走啊 就算你走你也过不来 这有马 所以这度鞠你闪开之后呀 他现在就马上进一啊 不管你是冲兵也好 还是不是啊 到底都是一样 底线就是一将啊 你挡不住的 炮分边之后呀 抽热子 太厉害了 所以地方这个鞠为了解除杀招 那么他会选择一个知识 背着马腿 那么将来这个鞠一将之后呀 就可以把这个鞠吃掉 抓炮 这儿换完之后 看似好像鞠被杀回来了 实在呢 现在近鞠呀 有一个强马的手段 对方不好下 对方一旦一回马呀 炮往底线一放呀 就非常厉害了 对方现在这个棋呀 你现在顾不上走这个小兵吃足啊 因为推炮一将 你这个马不管怎么走 都要送到对方嘴里啊 所以他只能先吃 想先发弹 黑方的话先来一将 对方当然退 这个剧斗瓶八一走呀 现在非有点杀 不管你怎么走 这个棋都守不住了 所以这个棋太狠了 可见上马是一部非常精妙的手段 到这以后呢 他并没有选择上马 而是呢 简单吃掉 那这样也是求问啊 希望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 不过红方呢 这个棋并不买账啊 平开 这样的话 仍然是要吃你 你再吃它 它可以弹子泡 所以眼看要吃双马 黑方现在底线一将 试图呢 还原到刚才这个局面 但是刚才这个棋呀 黑方马上去了 对方就只能补失 而现在你马缩回来了 贪吃了一个兵 结果对方就可以上老帅了 那么最终这样的棋的话 你分兵炮已经没齐 那眼看吃热子怎么办呢 正常他选择 是一部退回 如果退炮看 当然可以 但是你这个炮 对马就没有牵制了 这样就显得比较笨 黑方是不愿意的 那既然要回马 应该选择马尔推七 比较好 如果说走马尔推七 会怎么样呢 对方这个棋呀 如果你吃个马 我踩你一个炮 这个棋应该说 对方阵型不稳 还是黑的比较好 对方如果推炮 仍然是回马 连回马 那么对方到这里的话 如果打掉会怎么样呢 看似不是白丢一个吗 到这儿啊 赵金城就没敢这么走 其实呢 这个时候 对方虽然吃一个 但是就不上马太狠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 你现在不能够走这个呀 走这个趴了一下就一将 你又不敢吃 吃了点死了 所以这个棋啊 就可以白吃一个子 那看似出来之后 这边又要踩炮 还有吃炮 那黑方该怎么处理呢 这儿的话 其实黑方根本不怕 黑方可以以弓带手 你就是吃个子嘛 杀你一将再说 所以在这儿正常 你得吃炮 因为你要看马 他皮炮挡住 你没用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棋的话 将军你只能不是 再退军了会来吃炮 我们看到 红方此刻已经溃不成军了 黑方随时一将 可以得子 所以说这度棋啊 将非常犀利 那么临场的话 这个棋 黑方就没敢 气这个子 他选择的招法是 马五腿三 走的一个俗手 他希望呢 对方一吃啊 有一个上马踩鞠啊 跳一将就差不多了 但是呢 这个棋却忽略了 对方的手段 那么正常的话 如果说啊 这个鞠退回去 他这里确实是打一将 你现在不能踩 踩掉之后呢 点鞠杀 这儿的话 你也不能鞠持呀 否则的话 他担心啊 就这一将呀 才拟鞠啊 有这些手段在里面吧 不过对方呢 可以选择一个退回啊 这样的话 你暂时还是没骑 所以说这里最关键的就是 不要急于打草惊蛇 而是呢 先平鞠 抓腿一下炮 炮一子的抽鞠 这样的话 必将得回狮子 那么对方 炮一不敢动啊 看还看不住 趁马的话就丢子 你只能回马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向着炮 他这边呢 也就吃啊 换掉之后呢 平鞠吃马 马也走 先进出鞠 那你当然会顶 你顶的话 他也不知道 去吃你的马呀 先敌人一将啊 敌人一将之后 这马一上 这样你的马就丢掉了 所以这个棋走下去 也是黑方有力啊 当然红方也有谋合的机会 所以话到这儿啊 这个棋啊 黑方他啊 也就非常厉害 红方当然是不敢这样下 那红方临场怎么走呢 黑方认为这个棋啊 至少第一步败了 这管杀就可以了 没想到的是 人家这一步 拿好金丢 就把他给别住了 那么这时候还打着马 看似呢 跳一将人家可以出去 暂时是没棋的 那么他就退了一将 对方下去 接下来这棋呢 选择炮打过来 就试图呢 四子归边 眼看归边之势 确实很厉害 到这儿你要炮打马 他反而冲你去啊 所以呢 红方到这里 好像不好下了 其实呢 红方这个棋 有一部马的进气啊 那么到这儿 你将它可以落相到没棋 现在黑方赶紧上马 试图呢 就是挂脚或者卧巢啊 将军准备冲暴杀 这个棋对红方 形成了很大的钳制 红方到这里 看着好像被黑方四子围成 却很难还手啊 结果呢 红方就走了一步 元帅脱袍 好 继绕齐啊 很淡定啊 那么你将它推炮回去了 没用 挂脚打掉你了 那现在黑方呀 走了炮三平九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也就补个室 防止它跳马将军 到这里 你要非要将 它就出老巷 暂时呢 你这个局是没有点位的 在马口 所以你不能右居左移 就威胁不到它 到这儿以后呢 就进居 强行打马要突破 红方呢 直接就把这个中线给砍了 这招棋啊 走的也确实是犀利 对方到这里穿了一将 那这就飞向 然后呢 马骑退九 试图呢 跳江沙 这儿红方 顺势就放中炮了 下一步棋啊 抽着去 对方到这里就认输了 那这棋如果出来会怎么样呢 看着好像可以结尾 实则呢 这个棋啊 跳一将 你上不去还得行 这儿还是啥棋 那刚才这个棋啊 就是说它一将之后 回边嘛 这样一个构思啊 好像没起到任何作用 那如果说这时候 把它怎吃掉 会怎么样呢 这个棋其实也守不住 火方仍然是这么一招 黑方最厉害的手段 无非就是退居回来 这个棋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现在马一走啊 过这边就先杀你了 但是这个棋 人家不需要走马 到这儿简单就可以把棋抽掉 如果不想抽棋的话 还可以杀棋 比如说旧品棋吧 不吃你的棋啊 你怎么走呢 出了将 点死了 对方到这里的话 正常也就落个势啊 但是落势的话 可能推炮 将会是一个重炮杀棋 所以对方到这儿 他很有可能会走一个支式 把对方挡住啊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跳马一将 你不是的话 点死了 所以这个棋啊 插尺难逃 到这里 赵新城不得不认输 才能力获胜